就在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 北京批准的香港特首宣誓就职几天前 香港活动人士在香港会战中心外的一个雕像前集会 要求允许香港直选并无条件释放刘晓波 示威者拒绝离开 最后被警察带走 星期四 人们为刘晓波举行烛光祈祷 刘晓波的案子成为不断扩大的国际关注的焦点 2009年末 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将在网上呼吁民主和政治改革的刘晓波判处11年徒刑 在我看来 他是被非法逮捕的 因为他这些年来所说的话在一般社会都不是非法的 而他现在病了 这在香港造成了震荡 这让我们担心言论自由 为什么中国政府不相信香港人应该有这样的民主直选 这是基本法承诺的 我们并没有要求额外的东西 相当于香港小宪法的基本法保证普选 活动人士要求准许港人直接选举香港的特别行政区首长 但中国2012年宣布香港特首不可直选 必须由主要由亲北京成员组组成的委员会来推选 许多人认为直选对香港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他们说停止政治改革将导致社会分裂 引起人们对从经济到教育等一系列问题的担忧 我不喜欢中国政府压制不同声音的做法 我认为不应当以这种方式来治理国家 我认为香港过度依赖中国消费者的能力 我们没有太多不同的产业 我们的经济几十年蓬勃发展 但未能设计出创新产业 其他人则希望辩论引起的鸿沟得以消除 我认为有太多的争论 我们需要领导出面 协调香港的不同利益相关者 推动社会前进 人们的担心不太会减弱当局 为今年活动所策划的庆祝气氛 在香港出席庆祝活动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 他将在三天的访问中与各界人士会面 但是当局加强安全境界 可能会把抗议或呼吁政治改革 以及要求无条件释放刘晓波的人们 挡在视线之外 美国之音记者爱德香港报道